窩殼合缝机的使用方法 这是一台窩殼合缝机 这是一件风机窩殼 现在来操作一下 首先要确保 合缝机的重动轮 要卡进这个 动阳骨背面的缝隙 一定要卡进去 然后机器才能使用 这个是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卡不进去 点点解决办法 第一点 联系风管厂家 让他们调整这个背面 至少要达到1.5毫米 第二点 人工用铁签 像这样敲击 加大缝隙 至少要达到1.5毫米 敲的这个范围呢 可以就 这个起始边这里 敲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这个风机窩殼呢 我们是用铁签子 敲出了1.5毫米 确保这个重动轮卡进去 然后 推紧手柄 如果这个手柄过松的话呢 可以拧这个松紧螺母 往下拧 松紧度就会加紧 往上松一点 松紧度就会放松 要确保推下去 有力 轮子才会夹住风机窩盒的边 机器才会走 才会合缝 然后 档位 刚开始不熟练了 可以使用1档 熟练了之后呢 可以酌勤加速 关掉电机 每次使用之前啊 这个导向块 要加黄油 润滑 然后 这个 驱动炸滚 要经常气吹 避免粘心粉打滑 就会放松